字幕提供 我們通常都會用一些最近期的新聞 或者有些古形精怪的東西去代入主題 這次也有 但其實新聞跟這個主題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沒有直接關係 但我都可以拿到 試著我硬拿到 什麼新聞呢 當然是一宗關於我們公司很近的 這個觀塘音道噴水池 不是音樂噴水池 其實這個觀塘音樂噴水池是很早幾年 大約四五年前都已經有說過 四五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住在觀塘區 有聽過一些區議員擺展覽 說觀塘區活化的情況 然後我一聽到 哇 找了半億的音樂噴水池 初時就說是在愚民坊製造的 但後來可能因為愚民坊那個位置 被一些大財團去不清 現在正在建樓 後來我在想 會不會因為建樓 所以就不搞那個音樂噴水池 原來不是的 這個音樂噴水池已經搞了 又出水池 現在又壞了 大家都知道 那其實 那麼以為你用半億酒去做 還是做來托嗎 關於有人用簡易 之如此類的 不說那個什麼事 黑白 康民署呼籲 請大家珍惜這個公共的物品 不要在水池裡亂那麼氣氣 但我看到一刻心想到一件事 幫我出那張圖 麻煩你 我想起泡湖龍 這隻東西就是最近在玩的《Mon Hunt》 基本上是一定要打到的 它是在出泡沫 但我不太記得這隻本身的泡沫有沒有攻擊力 我忘記了 有 有 會扣血的 我忘記了扣血還是有效果 有三種泡沫 一種泡沫是白色 紅綠白 對 紅綠白 白色就是會血中你的 令你滑血一點 紅色的話就是高攻一點 你自己會高攻一點 你血中了綠色的那個就是加血的 先回去吧 我看到一單新聞 我就想起這隻東西 我是一隻講主 當然是打遊戲 我也是 說真的 我看新聞很多留言 究竟那個泡沫這麼意外 真的嗎 半億 你不應該是這樣 很多小朋友在玩 又要洗澡 我都不講這些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本身 我會認為 放在報紙上評論 以前可能會是C1的 不知什麼版 不是C1 應該是C版 應該這麼說 C版 但是呢 我覺得這件事最大的問題就是 無緣無故本身放在C版的東西 你把它升上去做一個 A版的層面 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 現在政府做的事是有多厲害的 那 究竟它的用意是怎樣呢 就不知了 那怎樣拿到我們今天想說的題目呢 其實就是 這個腦是不是坐著裝屎的 我們今天是說腦的 你也挺厲害的 原來是這樣拿的 那幫人既然坐著裝屎 我不如想想有什麼是關於腦的東西 除了打機 螢幕之外 想到這個浦湖龍 其實我最近在Netflix看了一套電影叫做《異能者》 那它這套電影是日本的電影 一個多小時 它是將一套 我想有十幾年前 我記得我看過這套電影的漫畫 它的漫畫版是不知零幾年 我看的時候 我想是09、10年左右 那是有的 那它在19年尾的時候說是《撻》 最近上了就在Netflix 那《異能者》這套電影 你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這套電影 漫畫也沒有看過 漫畫呢 其實那時候我正直就是一個叫做 中學生很喜歡看 那也挺年輕的 三四年前 也是的 那這套漫畫說什麼 其實就是有一個主角 他失了憶 他做了一個流浪漢 流浪漢 流浪漢 那它呢 很奇怪的 那它是流浪漢之餘呢 它是有輛車 還有是駕著AE黑卡 很有錢的 但是他失了一億 是 那在一個故事下去呢 那他就接受了 有個醫生提議給他的一件事 就是在腦裡 轉開一個洞 在他的頭腦骨那裡 去做一些實驗 那你就這樣聽完 你覺得這套東西是想說什麼呢 說得這個二輪者 只聽名字的話 一定是開發了一些特異功能 類似是這樣的 可以出一出那張圖 漫畫那張圖 讓你看看當時我看的漫畫是怎樣 是這樣的 一個挺有型的大叔 那時候我覺得是 畫得那些線條的漫畫 我覺得是挺漂亮的 但是當然那套真人版 那個真的比較大叔 比較老年紀 這個二輪者就是講的主角 開了頭腦骨洞之後 他如果按緊右眼 憑他的左眼去看這個世界 看到鬼 他一開始以為是 因為他看到有些人 不知為何好像變了外星人 有些就會身體分開了 然後屁股的位置在那邊轉 就是臀部這樣轉 有些頭髮變得像我們看到那些 火星外星人 很大 然後是燈膽來的 是 有些可以看到他整個 好像我們看蜘蛛人的沙人 是沙的 他會看到這些情況 當然叫他去做這個實驗的醫生 其實都是一些心理醫生 他就是想試一些東西 這個人試完之後 就跟醫生溝通 就引發下來 一輪的故事 那就不劇透那麼多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看 我先回去看看 最終要看一些特異功能的電影 暫時這個可以回去 這個是電影嗎 Netflix那一套是電影 真人版的電影 漫畫其實也不是很多本 漫畫好像只有10本 明白明白 但當然你問我 我看這套戲 我覺得它很多細節位是 黑漫畫不夠深入 黑漫畫 因為始終只有一個多小時 明白 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反而建議上 不要說上網 找漫畫來看 好 我是支持揭漫畫的人 因為始終是 我再對於這件事 其實我當時看漫畫的感覺 是不是這麼厲害呢 我再去看更多資料 很多時候原來開頭顱骨這件事 會拉到一些叫做 Conspiracy 因為就好像剛剛你所說的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就是想可以獲得一個超能力 即是開發一些 人類暫時領域未接觸到的一些異能 因為今時今日 就有些叫做生物學家去做那些研究 那麽多年 人呢 尤其是我們長大 我現在還是十八歲 我還很小 我的腦筍也未生了 當然不是 十八歲的腦筍也生了 生了 即是說你BB的時候 就由三塊頭顱骨 去組成那個 保護著大腦 慢慢 因為小朋友 他越來越長大的時候 腦慢慢會增長 然後頭顱骨才慢慢生了 去到十八歲的時候 就已經生了 頭顱骨主要是包著你的腦保護著 其實中間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腦漿 即是腦脊碎液的東西 那個是有什麼功用呢 除了在腦裏面有這個成分之外 其實它就是防止你 因為腦部就是你生物基本上是一個最主要的器官 而它的重要性是佔了 我想它用的能量是你的人每天吸收的五分一左右 由起碼到 它那個腦漿的作用就是防止衝擊力 減壓 對 是不是叫做減壓呢 不可以叫做減壓 從而令更多的血液 甚至乎腦漿 可以去到腦部 更加方便 去激活你的腦 令到你可以產生像動物一樣 有些叫做 感知能力比較高 很厲害的大陸感 因為剛才說 有些生物學家他們做研究 到今時今日就是說 很多動物他們的腦部的那層膜 他們都是一些比較舊 沒有什麼再進化的一個保護性那層皮 即是天然一點 是不是叫天然 就不可以說天然 古老一點嗎 原始如 應該這麼說 跟人類是不同的 人是不停會有很多新的細胞去包圍你的腦 令到他的保護性更強 但是當然 你那個是包實了 你的壓力自然就會高一點 大概這個故事就是 從這類型的報告去引申出來的一件事 但是再細看 其實原來在頭顱骨開孔這件事 原來是一個醫術 是 大概 因為在法國的不知有些地區 其實經常起到一些舊的遺跡 有些人骨 那些頭顱骨其實是穿了洞 是嗎 曾經有一批 他們那批是有百多個人類鞋骨 起了出來之後 發現了他們的頭顱骨 很多都是穿了洞 是 最初他們會以為是有什麼打仗 戰士 去推敲究竟是什麼年份的鞋骨 從而去對比歷史 想找回歷史 但是發現那些洞 全部是有一些癒合的位置 譬如可能它不是一些 你如果是打仗死 它穿了洞會裂開 對 如果是子彈的話 它不會是這麼完整的一個 外在受力 但是發覺它的骨的位置 是有癒合的情況 譬明了這些穿洞頭骨的人 他們的頭骨 不是腦 頭骨穿完洞之後 但依然在生存 在生存一段時間 然後發現原來這個是一個很古老式 用來去醫治一些精神病的醫術 精神病也有關係 但是後期 在說怎樣去醫治精神病 它是否轉個洞 不是單純地轉個洞 應該是把腦部某部份的組織切除 這個反而是一個我們叫做近代的 後期把這件事轉化去做真實醫術的情況 因為在一百幾年 一百多年 上一兩個世紀 其實這件事也是幫助患了精神病的人 首先在腦部開洞 他要把腦部切除 他就要這樣做 開完洞之後 所以就變成了 開洞這個動作 這個叫做頭顱穿孔術 是用來引伸到後面 有一個叫做 老白質切除的手術 其實老白質這件事 會不會是影響 一想起把腦部某部份的東西切除 自然就會令人去想 你會不會是 某一方面的認知 或者感官上面 會不會是受到影響 或者不說切除 有一些心理學家的研究 好像見到可愛的動物 你會有一種不小心的罪惡感 就是想捏他的一個這樣的訊號 大佬給你的訊號是想捏下去的 但是這個概念 應該是人性來的 不關人性的事 是說腦部的區域 那個信息 覺得可愛的區域 和想虐待暴力的區域在旁邊 兩個感官上面 就很容易會因為一些感官上面的東西 會影響到你的 就是那個大佬給你的訊號 所以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如果切除了某部份的東西的話 就會令到你的感官上面 是沒有了一樣東西的 你這個看法 就在現在近代一點 因為我剛才說的那個切除 其實那個方法已經沒有做到 因為這個跟人權有關 你剛才說的 那個是再細緻一點 後期對於人類的腦部 研究得出來的結果 但是早期是哪有這麼多這些事情 他們一定不知道 他們是會認為一個有精神病的人 譬如你有狂躁症 狂躁症 狂躁症 他們會覺得你的腦部有一部分是壞了 他們就是把壞了那個位置 叫做切除 類似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後期這個方式發現了 一個操狂症 操狂症 操狂症的人 他們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整個變得癡癡癡癡 他真的不再操狂 但是變了沒有反應 整個人的感官 情感表達 那一部分完全沒有了 變了易於控制 在以前來說 他可能就是解決了問題 因為他只是純粹想解決 這個操狂的那一部分 對 我這樣聽過 這麼像某一個地方政府在做的事情 走回前後 是走這些 這個方法在1950年左右 其實就被一個國家禁止了 但是我猜不到 第一個禁止這個方法 去醫治精神病的國家 竟然是蘇聯 對 大家都可能對蘇聯的認知 反而他們是做更多這些事情的人 對 他們應該是做一些這樣的實驗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走去禁止 或者說不行 這個違反人權 後來一點 其實到了歐洲其他國家 因為他真的沒有了人權 你不是治療那個人 你只是把他帶去另一個有問題的層面 當然 這個頭露穿孔術就不僅少 我們第一節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休息回來 第二節我們繼續 沒錯